這影片如果我要來喝台灣冷門旅罐飲料 旅罐飲料 台灣有熱門的嗎 我會貧窮 而且我也不喝酒 你看看就是得意的表情 就是難得有可以直接回答了出來的東西 其實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喝這種旅罐的飲料 首先 旅罐飲料常常有那個修缸味 第二點就是 它這邊 是乾淨的嗎 那個運送的過程就是直接在冷門 所以這些是你認為是冷門的 還是你在網路上找的 到底它的冷門的來源 就是一般 潮商看得到 因為你去那個 投幣了 所以就是在潮商看不到啊 那我跟妳講說這些東西呢 只有投幣機看看妳看得到 沒有去投幣機 你想要挑戰觀眾的體現 是不是 大家還記得陳先生嗎 哈哈哈 來喝吧 目前看起來完全有可怕的東西 這個是香蕉牛奶 你們買這種旅罐 會不會檢查旁邊有沒有熬進去啊 等等這個嗎 你們有這個習慣嗎 因為我就是拿的時候就覺得 這種我絕對不會拿 這就是拿 首先呢 來 這個我也很好奇 香蕉牛奶跟香蕉牛乳 差在哪裡 奶跟乳 我認真的好奇喔 就是什麼時候用就是香蕉牛乳 什麼時候要用香蕉牛奶 感覺就是一樣 但是用食物一樣 買 嗯 好吃 來了 我給妳 一分鐘的時間把它錄完 然後趕快吸收 然後解釋給我聽一下 中文跟鮮牛乳 你知道嗎 你現在就是用這種 你問的A我不知道 我知道B是怎樣 沒關係 我直接來喝 哦 很香氣 跟那個 韓國的那種 香蕉牛奶 鋁箔 包 的那種 很香 嗯 味道不錯喔 首先它沒有嗅乾味 這個就是過關了 第二點就是 它牛奶的香很濃郁 然後呢 香蕉的香呢 是做那個點綴 所以它主要還是 就是牛奶的香非常的明顯 然後就是香蕉是它的裝飾 蠻好喝的 欸這個我喜歡 而且它說它是 沿水台灣的香蕉 它有一點沒有得到我 比較高的分數就是 它的那個 喝下去的那個觸感嘛 有點害水 這個是木瓜牛奶 為了公平起見 喝每一杯之前 我一定要先喝水 漱口香 木瓜牛奶 我想掛它在什麼樣的包裝 我應該都沒有很喜歡它 呵呵呵 這不是包裝的問題 是不是木瓜牛奶本身 我沒有很愛 而且我真的 猜測 你絕對是 去那個投幣機買的 因為它R進去的地址是一樣的 呵呵 它感覺就是 就是同一個位置 這樣 不是 跟那個熱門的 木瓜牛奶的 香氣一模一樣 可是味道還OK哦 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的木瓜 沒有那麼前列 因為之前喝的 那個木瓜牛奶 很像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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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噴出來 然後放牛奶進去的那種感覺 它有養樂多的鹹 可是它沒有養樂多的酸 這個不錯哦 這蠻好喝的 我最重要就是它的牛奶的 比例比較高 而不是木瓜 所以綜合這以上這幾點 他說是在我這邊 拿到蠻高的分數的 然後開始少數 我可以接受的木瓜裡面 你是比較喜歡買一份好 來喝味道的同種 台灣的吧 然後前面是沒有賣 所以前面聲音可能有問題 所以觀眾就是 從這一段開始 就聲音就正常了 這個是紅茶拿鐵 來 問題又來了 奶茶跟紅茶拿鐵 茶在哪裡 是奶粉的 就是奶茶 鮮奶茶呢 那就是紅茶拿鐵 什麼 是不是你本來就應該知道的事情嗎 你好像在那邊茶 所以這是鮮奶 可是成分 顯得是奶粉跟奶精 有什麼要解釋嗎 紅茶拿鐵就是鮮奶 是剛剛從你口中剪出來的 然後鮮奶茶就是紅茶拿鐵 旁邊寫 奶粉 奶精 鮮不管它是不是鮮奶 或者奶精 或者奶粉 它是蠻好喝的 它的那個 紅茶的香呢很明顯 然後就是後面才是那個奶的香 然後甜度呢 大概是西芬坦 喝起來呢是順口的 但是對於怕甜的台灣人呢 偏 有一點太甜 不錯 這個不錯 這個是牛奶風味飲品 是什麼意思啊 它就不是牛奶嗎 牛奶口味的飲料 為什麼要喝牛奶口味的飲料 如果明明有牛奶可以喝 啊 它是水 砂糖 選植奶粉 奶油 香草粉 - 味道好像那個 泰國的淡奶呢 泰國的淡奶就是拿來 小碗一杯泰式奶茶 撒在上面的那個淡奶 或者你做 酥辣湯 炖醬 然後把它變成濃湯的話 就會加淡奶 它的感覺很像那個淡奶 只是 是有甜度的淡奶 可是這個喝下去呢 後進有一種 Pong Sui 的感覺 那個感覺很抽象 可是一喝下去 沒有飽滿 然後它味道有一種 奇怪的味道 是很後面才會出現哦 也不是特別哦 是奇怪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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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青草茶 感覺很可怕 我到底造了什麼罪孽 它是天然清涼的飲料 到底清涼 什麼時候才會清涼 我記得我一喝就整個火上來 根本沒有清涼 這甜的呢 這個我完全可以耶 好好喝哦 對嘛 這個才讓人心裡很涼快 因為它的那個青草茶的香呢 其實很像那個 仙草 它很厲害 現在我的舌頭裡面 涼涼的 中毒了 可是現在我的舌頭這邊是涼的呢 很像吃了那個薄荷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甜度呢 不是死甜哦 是微甜的 它把那個青草茶 讓人沒辦法接受的那個味道 處理掉了 而且也沒有性無缸位 這是重點 因為青草茶在加上性無缸位 怎麼會死在這邊 可是這完全OK 這出乎意料呢 這跟我的想像差好多哦 開心 這個是葡萄柚波耳茶 拍這種飲料的影片呢 真的很挑戰我的膀胱 現在已經擠到這邊了 然後想尿尿 所以什麼是波耳茶 我沒有聽說過呢 它是一個牌子 不好意思 我以為就是 就是類似伯爵茶那種 它都是百分之百原液萃取 自從1988年開始的 大概三十幾年 可是這口味有感覺 設計過呢 這種話 然後這種突聞 所以你本來就知道 這個品牌 只是這個品牌 這不是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比較少見 它味道很像那個 一模一樣 好扯哦為什麼 它不是葡萄柚口味嗎 合不出葡萄柚的感覺 完全沒有 它有酸度 有甜度 差不多就這樣 我去尿尿尿一下 我吃不起了 我吃不起了 我現在不是胖哦 痛嗎 好了 尿尿回來了 賣先別了 然後冒紙 不是剛剛是戴這一頂嗎 我剛剛是戴這一頂 誰叫你一點 挨這麼多汁 搞不清楚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荔枝飲料 它有水砂糖 荔枝原汁哦 然後檸檸酸 那為什麼 不叫 芋合包汁 芋合包是荔枝的品種 那時候有觀眾留言 記得現在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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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繼續問了 感覺你知道 哈哈哈哈 泰國荔枝罐頭 裡面的汁跟這個汁一模一樣 可是那個可能就偏甜一點 然後 終於 我有微微的嗅缸味哦 嘖 就是喝第一口呢 它的那個荔枝味 蠻清楚的 然後甜度又剛好 是死甜的 然後喝下去 又沒有那種 黏在喉嚨裡面的那個感覺 可惜的是 就後面那個嗅缸味 微微的出現之後 就打翻了賢麵的功勞 這就很像台灣的現狀啊 就賢麵不管你做得太好 你只要做錯一件事情 賢麵的功勞 你就不會被人看見 這個是偉大利汽水 你分得出來 汽水跟蘇打水差在哪裡 有 你說是一樣的東西 真的不用解釋 我沒有聽你說是一樣的東西 味道很像什麼能量飲 它有那個運動飲料的味道 然後它的氣泡感 就是有而已 可是沒有那麼強烈 無聊的一個 東西 沒什麼太多口感 基本上呢 沒有什麼難喝的 沒有讓我反胃的 沒有讓我想要吐的 我最在乎的 就是有沒有嗅缸味 沒有嗅缸味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過關 其實就只有這個 就是有微微的嗅缸味 其他的都還OK 然後其他的味道上呢 都是合理的 標準的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跟我說它是冷門的話 我就 有任何的意見 我覺得它 也沒有好吃到 讓人對它 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我在這邊呢 要就是掌聲給觀眾 你們真的是我們的靈感來源 哈哈哈哈 所以 繼續 提供給我們素材 提供給我們創意 想要看我吃什麼 就留言出來 好了 那喜歡我的觀眾呢 喜歡我的觀眾呢 喜歡我的觀眾呢 我的豪華 an